烧饼具无瓦 最近我们店在搞新品研发 今天正好来这个BHG啊 逛一逛 BHG精品 我俩今天来买奶酪来了 想看看能不能整点什么花样 好多奶酪啊 法国奶酪很有名啊 今儿咱挑几个法酪 小布里 其实你对奶酪比较有研究 你挑吧 拿好了 这个黄的耶 这是什么 米墨莱特干烙 这可以做炒饭 这一整个柜子都是奶酪 你再挑一个 我对它比较熟悉 这不是做脂蛋糕用的吗 对 这个是布里 哇 质感好好啊 有点大 咱放一半吧 不然有点小奢侈 留一会儿能直接吃 对 热一下 这个是你比较熟悉的 奶酪奶酪 我用一半吧 嗯 整块有点奢侈 这个我们提前拿出来了一会儿 所以有点半融化的状况 够吗 再来点 室温下搅打一下啊 搅好了就疯狂加团子肉 奶酱团子肉啊 哇 哇 妈呀 熠了熠了 找找瓶 一处瓶我拿瓶 哇 这个奶酪跟我们这肠肉卷得太大了 这个是好黄好黄好黄的 切成丁 来肉 我们的谈子 来勺老糖 咪梦莫拉 吃啊 来尝尝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拉丝了 芝士融化了 哦 差不多了 这是我今天自制的一个不离奶酪做的烧饼巨无霸 隔壁五花肉大哥借着筑签子 我用了一二三四五片肘子 四片香肠 再加两个煎蛋 还有半块不离 这个不离融化的时候真的好香 然后现在是稍微凉了一点 有一点半凝固的状态 哇 你看看 这不离好香啊 奶酪很足 你在热它的时候 就是要搅拌一下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水洗皮 这个奶酪是很浓稠的那种 就是没有那么稀的能瀑不成那样 但是你可以一挤给它挤下来 我觉得这个菜之后咱们点点可以上 太满足了 嗯 嗯 而且我们用稍微的余温 把这个肘子的汤冻 用化了 嗯 嗯 哇 香香 不过黄了 太香了 万物结合 瀑布也真的 这个这个 不能光景一个吃 这个我跟你说太饱当了 我刚才吃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哇 有感受到它那种丝滑的奶状 这个是我们把那个坛子肉 跟那个奶油奶酪放在一起 那奶油奶酪其实是在法酪里 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其实做那个蛋糕用的比较多 吃 我刚才已经白嘴吃了一口肉 太香了 它加入了奶油奶酪之后 就是有一点黏黏的 然后奶香味很足 又恰好地跟那个肉 还有汤揉在一起 你看还有点丝滑的感觉 嗯 哇 哇 上隐藏菜了 这真是加肉爱好者的福音啊 哇 哇 你快尝尝你快尝尝 嗯 好酸好酸 万万没有想到奶酪和肉居然能这么大 这个奶酪奶酪真的不只是搭蛋糕用 我觉得搭肉真的很好吃 你们在家也可以自己试试 买点肉剁一剁 想吃童馆的话可以来这儿买糖味肉 嗯 哈哈 nice 行行行行 来最后一个 这个 盘子肉mimolite炒饭 你去拿个勺在那一块吃 哇 哇 嗯 嗯 嗯 它已经融化的那种奶味特别香浓 然后跟那种饭跟肉包在一起有点拉丝 然后没有完全融化的 你夹到嘴里它是有一点颗粒感 嗯 有一点弹性和嚼劲感 有点弹性和嚼劲感的 我第一次吃蜜莫来的这个奶酪 我也吃 那它的颜色实在是太亮眼了 就是那个奶酪冰柜里面最黄的一个 对 嗯 嗯 这丑饭真的好合适啊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宝藏的法酪 可以推荐一下给我 因为今天调点比较有限 我们就找了三种 如果有好的名字 奶酪 做法 怎么搭配 都可以告诉我们 嗯 平时你们买法酪喜欢去什么地方买呀 嗯 老师说吃了不 吃了不 还有酒吧被我吃散架了 有什么好的创业料理 这个可以私信我 或者单部发给我都行 嗯 嗯 哇哦 你们知道这是啥吗 这个是我刚才用的那个另一半的奶油芝士 牛肉口把它跟酸奶搅和到一起了 嗯 下口茶 烧饼 简易把你奶酪酱 对 妈呀 哇 你们也试试 这好简单 对 这就是把它打化了之后 跟那个酸奶揉搅到一起 就可以了 对 加了点糖 嗯 你们也可以买果粒的酸奶 嗯 我买的是颜白粒的 是的 嗯 好幸福啊 真的 奶油芝士真的是甜咸白的 我不是 高五辣 你自己可以吃饭吧 这个 这个 嗯 玩手出去啦 继续开发新材料 好嘞 好嘞 继续开发 bling 第三个 好